西方视学史对现代比利时视学的发展进程 我们先有认知 然而在这里我们不能以为与法国年间学派创始人 菲夫尔和布洛克同时代齐名的西方士 谈判的比利时大视学家皮朗 亨利·皮朗是研究中视级的视学专家 他的视学思想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关于比利时民族的观点 第二是关于社会过渡的理论 比利时民族的观点这一点充分体现了 他的九卷本剧著比利时始终 他从历史的角度 创明了比利时民族的形成原因与民族的统一性 而至于当时的德国范日尔曼主义者 所宣扬的比利时不是统一的民族的观点 正好相反 皮朗从历史的角度驳斥了范日尔曼主义者的谬见 他认为比利时民族的历史当时于加罗林第五 区域瓦解的历史时代 所以